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还是在沿海有一些间接性的阵风 还是有一些短延时比较大的雨势出现 所以我们从未来的定量降水预报上面可以看到 大概在今天下午的时候 其实各地都还是有短暖阵雨的状态出现 其中在澎湖和金门因为离台风比较接近 所以雨势有时候还会比较大 整体的降雨大概要到今天晚上之后 才会逐步的缓和 好 这次台风不止风强 雨水也带来不少 来看这两天的累积雨量 南部地区就包了前三名 第一名在屏东泰武将近1000毫米 台东金风超过700 还有高雄以及花莲都是500毫米起跳 虽然外面天气不好 但是心却能够感觉暖暖的 因为这几天慈激志工艾德脚步不间断 走访了许多临时安置所 和撤离家园的居民需寒问暖 其中在前往屏东的新来一部落之前 因为这里有很多人是原住民 所以志工是特地准备了道地的传统美食 只带装满干粮物资 志工又搬来纸箱装满 里面有着号称原名版粽子的吉拿副 小米卷是符合他们的生活习惯的味道确实非常的香 温热又香立刻送到新来一部落的零食安置所 热的我们早上请他帮忙加个来这里 你们就可以享用 对啊又怕台风天 如果说食物你们吃不习惯的话 对啊 乡长看到吉拿副好惊喜 因为这是原住民庆典食物 以叶子包裹着小米跟馅料有祝福的寓意 住进临时安置所的民众一收到立刻咬一口 一连满足赞不绝口 孔先生跟妻子离家避灾的无奈顿时一扫而空 但对他们来说素食的滋味充满回忆 还有南港国小的都是自己盖的 都是我们去做切的 对 原来夫妻两人曾参与慈祭的921工程 当时志工煮的素食令人难忘 怕大家吃的不习惯 所以要特别的用心煮素食 让大家都喜欢素食 我又爽爽去啊 工程结下善缘 如今因台风全家在临时安置所里 志工依然在 风雨在外 温暖在新 大海新闻 珍善美志工林俊颖屏东报道 南部地区风强宇宙的 如果以停电户数来看的话 高雄现在超过两万四千户是全台最多 也因为早上天气恶劣 今天一早市政府是紧急宣布 停止上班上课以策安全 现在情况可以看到是有很多路数被吹倒 工人还有清洁队员一整晚都没有合眼 在加紧赶工清除路面 狂风吹倒了路数连根拔起 那么这一颗倒塌的路数呢 也压毁了一整排停在路边的机车 从黑夜到白天 养工处呢是出动了外包商 来清理路障 可以看到呢 他们相让的辛苦一整晚都没有睡觉 趁着雨势战歇 养工处出动了外包商 使用大型机具和山猫 清除两层楼高被吹倒的路数 左右开工 一边用吊臂固定 一边锯也一边清 这到今天都没有那一层楼 因为都很多锯子 所以要快点 快点 不要用的口供 那个看我没什么 先稍微逼一下 要排除路障很费工 像这颗大型路数 要花一到两个小时 工人从27号晚间8点多上工 做到隔天的白天都还没合眼 民众对于工人 消假上班 直言台风天真的很辛苦 不止养工处的工人 没休息 环保局清洁队 也消假到大街小巷 清除断职产业 为了用路人的安全 养工处工人和环保局清洁队员 上井发条 马不停蹄作业 这么赶 实在是经过了一个晚上的强风吹拂 路数倒了200多棵 市区主要干到了许多路数 被连根拔起 横在路面上 有的还跨越了分隔岛 甚至压毁了汽机车 让养工处出洞三猫 清除路障 疲于奔命 风雨强度尽管趋缓 但瞬间的强震风还是很惊人 民众在台风天 还是要实时注意自身的安危 大海新闻 翁崇文王昭中 高雄华岛 接下来就看到离岛的状况 因为杜苏瑞暴风圈经过 让金门 澎湖一度是响起了 强风告警警报 现在风力稍稍解弱了 不过气象局还是提醒 金门有机会出现 11到12级强震风 基隆北海岸 彰化以南空旷地区 以及澎湖 马祖 风力也还是会来到9到10级 那这一次的强风 让金门 澎湖都酿出了不少灾情 像是在澎湖 路上招牌很多都被风吹落 还有沿岸遭到海水倒灌 另外金门的廖罗港 被拍下滔天巨浪景象 浪高是比岸上的摄氏还要高 还有一棵在总兵署的百年老树 也是不敌强风断成两节 金门廖罗港 金门滔天巨浪 10米以上的大浪已经高于周边设备 让人看了触目惊心 随着中台杜苏瑞逼近 在金门刮起了14级强震风 承受不住强风吹袭 金门三级古迹 总兵署前的百年老树就这样硬身倒下 周边行道树几乎连根拔起倒成一片 严重影响车辆通行 还有驾驶冒着风雨急忙清除露树 杜苏瑞过境金门下带强风好雨 就算窗户紧闭雨水还是不断渗透 还造成将近8000户停电 镜头转到澎湖 瞬间15级强震风一吹 店家招牌散落一地 就连测速照相机也被吹倒 一夜过去还是能感受到 台风的惊人威力 杜苏瑞带来的灾情 让离岛居民不禁回想起 2016年的墨兰地风灾 好在这一次没有太大的伤亡意外 只希望能够平安度过 大爱新闻综合报道 至于中部地区相较起来 风雨就没有那么大了 不过也因应南部的天气 接了不少变化球 像是原定要从高雄飞往越南的航班 临时就改在台中登机 一大早就有上百名旅客 在台中机场等候 另外云林六个乡镇 也是因为风太强 县府一早赶快针对这些地区 宣布停班停课 雨室是件些性小雨 风力则不容小觑 云林卖辽乡 老树撑不住了 歪斜倒在路边 车道缩减三分之二 许多驾驶到老远就看见 纷纷放慢车速 28号早上气象局发布陆上强风特报 县府紧急宣布卖辽台西四湖口湖 以及水陵北港六个乡镇 受影响最直接停班停课一天 听说风雨可能增强 家长急着把孩子带回家 在北港这户人家 只担心门口的树倒塌 全家总动员用绳子保护 因应台风调整 航空公司原定从高雄飞越南 改由台中出发 舞团超过130名旅客 凌晨搭游览车 从高雄直奔台中机场 你们出来说高雄那里 天哪 那个行李都被风吹着跑 所以这里比较安全 确定可以出发是最好的 总比取消还好 五天四夜 大概就是 县港会安 这两个地方为主 团员表示虽然麻烦一点 但至少还能够成行 不少国际县都直接取消或延期 安排行程的民众 最好密切注意 航班资讯 大海新闻中部综合报道 焦点回到台风洞向 杜苏瑞前脚刚离开台湾 但是后面还有卡努 提醒民众要持续留意 杜苏瑞在今天早上 将近十点的时候 已经登陆了福建 尽将沿海 成为今年登陆大陆的最强台风 也是有完整观测记录以来 登陆福建 史上第二强的台风 海上方面 183艘客渡船 全部停印 沿海养之仪派上的2.8万人 全部撤离上岸 路上方面 转移危险 7亿群重12万多人 福建 江州市宣布停班停客三天 广东潮州全市中小学全部停客 公共交通停运 全市并开放1000多处应急避难场所 来降低灾情损伤 大洲区的无量艺伐水送演艺 今天开始要在彰化登场了 今天一早 演艺人员是抓紧时间 进行最后彩排 演出前的幕后直集 广告之后 回来关心 别以为一护士丹丹 就能扬入虎空 手机 毛虎也能回头 当我坐在船窗边 朝和尚望去的时候 突然一片骚乱 原来是船上厨房 逃脱了一只家禽 正狂乱地朝对岸逃去 无情地追击者 抓住他的脖子 兴高采烈地将他带了回来 我告诉厨子 我的餐食 什么肉都不要了 如果我们虚心承认 人类不是唯一具有个性 不是唯一能体验喜悦悲伤 痛苦绝望的动物 我们就不会高傲地将 剥夺动物生命 视为理所当然 我们吃的肉 是恐惧 痛苦 死亡的结果 我从此不再吃肉 可以跟我做朋友吗 可以带我回家吗 请告诉您的孩子 葡萄长在树上 但香肠不是 我的龙空 是什么 对 我讨厌 老师 妈 Current 既然告别如毛银血 就不应吃肉才对 见其生 不忍见其死 闻其生 不忍失其肉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大中区的无量艺法水送金藏演艺 今天在彰化体育馆要登场了 一连三天总共有八个场次 演出人员包含了 优人神谷 唐美云歌子戏团 还有中区志工 以及台中慈愿的医护人员们 而今天一早入金藏志工 还有工作人员 是把握时间来进行最后一次彩排 和合护鞋要呈现最完美的演出 陆金藏志工在彰化体育馆 做最后一次的彩排 因为下午首场的金藏演艺 将由这群慈技人率先登场 我们从今年的四月接到信息 那歌曲就很密集地在彩排 准备了这么久 今天下午就是第一场 第一场的演艺的菩萨 即日起三天 展开八场的金藏演艺 每一场都有738名 入金藏志工 和680名大爱之光志工参与 现场还有上千名工作人员 和慈激人协助 让每一场出席的5000名观众 体会佛法生活化的完美诠释 对自己的真相思想行为 都非常的 都很真相的方面发展 八场演艺 即将让6万人走进身心灵世界 原来大家已经倒背如流道 你在这里要加什么 他比谁都清楚 那我就发觉 整部金藏 整部划水 已经进入他们的心中 这是让我非常感动 自渡渡人的修行妙法 影音科技的声光震撼 临山法会不避远求 就在这里 大爱新闻张哲人 欧阳光辉 刘博明 章话报导 好 那彩排之后 再过不到两个小时 无良意法水送的金藏演艺 就会在今天下午2点的时候 正式登场了 整个早上呢 幕后工作人员可以说是 非常忙碌 要来做最后的确认 光是这个进出场的动线 就派出50个人 来做最后的确认 这里是出一个防区 是不是确定走位 演艺到暑济时 负责接待贵宾和媒体的 大中区公传组 出动50多人 为求慎重 细细叮咛 进场动线也一再确认 因为变化球非常多 所以我们也一直在变 一直在变 走动线熟悉环境 这样到时候贵宾来的时候 我们才不会乱掉 整个大中区 整个五个县市 要汇整在一起 然后要培养工作默契 其实也不容易 然后又大家都有了年纪 这群平均年龄 超过60岁的工传组志工 不说辛苦 说幸福 做事最幸福的 可以做事最幸福的 所以大家看到我都说 你怎么瘦了一千 幕后工作人员工作繁琐 像是票务组得负责 八场演艺 分配四万多张票 这一个多月来 天天花好几个小时核对 我们每天都一定是核才回家 对 我们的账 跟那个我们的名细 我们的名细跟票数都是对的 我们两个才会回家 人事组有20多人协助报道 邀约更多人加入慈记 官方LINE和大爱之友 藉由这样子能够让大家 更了解说我们慈记的一些 相关讯息 在各自工作岗位 全力以赴 确保活动顺利圆满 大爱新闻 黄子玲 杨俊廷 彰化报道 因应大量人潮有近百位志工 协助交通疏导 引导民众入场离场 确保秩序不会混乱 而今天还因为台风 外头正飘着雨 但是第一线交通志工 雨中直勤不寒苦 因应彰化体育馆地形 慈记志工在周边设置 十多个交通点 每一场次估计有超过百台游览车 搭载惠众入场 两个场次三百台大巴士 如何疏散不混乱 是个大考验 对照场内座位区三种颜色 制作三个颜色的贴纸 依照游览车抵达先后 贴上顺序标签 整部车人会坐在一起 我们把它集合起来 然后我们会把车子叫进来 依照四二块区 外围还有张师大停车区 数十名慈记志工 开自己的车子来支援 当接驳 接驳车 排一排 然后他们人排队 我们就让他上 满了我们就送下去 优先在行动不便的 八场精脏演绎 工作人员加上会众数万人 需要临场应变 所以我们当初有分了十五个点 就是让所有师兄在执行的时候 很确定他做的事项 协助活动圆满顺利 交通组制工站在第一线 不惧风雨 大爱新闻 李亚平 林欣宏 陈荣峰 彰化报道 上人行脚 今天早上在新店静思堂 和志工进行温馨座谈 有一位高龄71岁的志工张春美 他见到上人的时候 情绪相当激动 因为去年经历了车祸生死关卡 当时情况是连医师都宣办 可能是毁天乏术 但最后他起机式地醒过来 现在还行动自如 只是丧失了一部分的记忆 但唯一忘不了的 就是心中信仰 国小三年级的宝贝孙子 惹得阿嬷开怀笑 阿嬷的爱不简单 他很用心在树子这方面 我跟我妹也吃树 她妹妹也吃树 七个小孩的孙子都也吃树 所以他就尽量他们吃得很开心 你看状况成那么大吃 像阿嬷之前做的藕花蒸 是树的 很想念哦 对 那现在还有煮给你吃吗 没有 一周一周 忘记不记得煮 不记得怎么煮 我真的以前很会煮菜 不知道怎么 一句不知道怎么了 全因为去年四月 骑摩托车收散款途中 发生严重车祸 伤及大脑 历经两次大手术 应该算是病临死亡 脑出血的很严重 然后就是 如果好了 有可能也是植物人之类的 对 所以现在是这样 真的蛮感恩的 他听到师父上的开始 他都会合掌 他会一直看 我还甚至问他说 妈 你知道这位师父是谁吗 他会给我点头 然后他会很虚弱的跟我说 师父 今天来看师父啊 不好意思 我很爱哭的 很感动 很爱哭 我一直都别 像年好 像年很好 对吧 对啊 很久没看到像年了 对 真的 好久 手电动 看师父 家的都要看 师父感恩 感恩师父 没头发 后来师父 如果过来 你就要 说得多让我听 把你照顾好 见识一面 千言幻语 化为止不住的泪水 女儿孙子辈 陪着来 见证 行善行孝 土耳其正在的时候 他就拉着我 你开车 带我去 找什么 找什么 我给他却木 就只能拿出来 就叫人家 叫人家填数字了 这样子 我就觉得妈妈其实 她恢复的那么好 是有大家的祝福 是有很多人的祝福 持继事还是要继续做 对吧 好 家人的爱 紧紧相随 宠获新生 他那时候 刚清醒说 功德款 哪一户 多少钱 他都还记得 就每天都还 很努力 要去念佛 他也回去 现在可以回去 做自工 做环保自工 还有 比如信息场 上 上热点 活动 帮你陪阿嬷去 两次没去了 这几天台湾因为台风接近 所以感觉炎热天 其实缓和不少 不过统计上显示说 今年7月非常有可能 成为有史以来 最热的一个月 虽然7月还没有过完 但是前25天的平均气温 16.95度已经远高于2019年7月 全年的16.63度 而且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几天都在这个月 科学家认为7月最热记录 今年之内可能会再被打破 酷热情形 接下来就看到日本 很多地方持续出现灾害级高温 政府昨天对全国多处地区都发布了重暑警报 东京最高温是36.9度 京都38.1度 而大阪更是刷新的日本今年最高温记录 来到了39.8度 也创下当地从1977年观测以来的最高温记录 日本58个地区当中当局27号 对包含京都还有东京在内的35个地区 根据环境省和日本气象厅的规定 发布了重暑警报 日本媒体NHK指出 27号气温是持续攀升 截至下午2点 金板本县的煤芳市站 温度计显示 气温已经飙升到了40.5度 民众只能撑着阳闪和手提风扇走在街上 来应对酷热天气 感谢您的收看 接下来请继续锁定大爱剧搜寻者 祝您平安顺心 我们明天见